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上份学员小桃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先对明天将要说的CPI数据 去做一个展望 聊一下各大机构 对于明天CPI数据的一些预测 其次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明天符合预期意味着什么 如果明天超出市场预期 或者低于市场预期 分别又意味着什么 然后和美联储政策有关 高盛今天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预测 他们预计今年的5月份开始 美联储就有可能会开始 缩小他们QT缩表的这个体量 然后可能是一条 今天市场里面最火热的新闻 即使我们很多的观众 可能并不关心币圈 今天比特币现货ETF正式被通过 我们针对这个事情稍微展开聊一下 最后我想回答一下 在前几期视频下面 有一位观众的问题 让我去看一下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牛市里边 股市平均下调的一个幅度到底有多少 其实最后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再去探究这一个问题答案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些其他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视频的最后 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那我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 还是要留给各位CEO 5秒钟的点赞留言环节 各位CEO 你们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和支持 先来看一下今天资产价格的走势 美元今天是小幅下跌 美债收益两年期和十年期 今天基本没有动 TLT是下跌了0.5% 过去的一个星期 美元没有动 美债收益这一块 两年期上涨了三个基点 十年期上涨了11个基点 TLT下跌了2.6% 下跌的幅度比较大 同时在过去的一周里边 三大指数也分别出现了 不同幅度的上涨 标普51.7 纳指上涨的幅度最大 2.6% 所以在过去一周里边 准确的说 美债和美股之间 其实出现了一个分歧 然后有一点要指出的是 Poco Ratio今天的收盘 上涨了0.9 这个比例来到了1.67 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市场对于明天CPI的数据 已经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最后是板块这边的走势 今天通讯服务 非必需品消费 科技板块都走得不错 一些和科技相关的个股 像Meta 像亚马逊等等 所以今天前七大科技股 涨幅在1.5% 除去前七大科技股 标普500只上涨了0.2% 星期四的上午将会公布 最新一组12月份的CPI数据 现在市场预期 无论是广义通胀 还是核心通胀 环比的增速 都是在0.27% 约等于0.3 我去看了一下 12月份的油价 12月份单月油价 环比的下跌幅度 将近要到6% 所以如果市场预期 核心CPI环比增速 在0.3%的话 那要使得广义CPI的环比增速 也在0.3% 就必须要食品通胀 在12月份出现 非常大幅度的环比上涨 又或者是在电价 这一块出现 大幅度的上涨 不然的话 12月份环比CPI的 这个广义通胀 非常有可能会小于 现在市场预期的 0.3% 所以这一组数据 市场有可能存在一定的高估 盆勃里面的预测 其实是广义 这一块是0.2 核心这一块是0.3 也比华尔街所有投行的 这个平均数低了0.1%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明天出完CPI数据之后 后天星期五将会有PPI数据 这两组数据出来之后 市场基本就可以对 这一个月月底所公布 12月份的PCE数据 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预测 相比起CPI来说 美联储关注的是PCE数据 而PCE数据的环比增速 通常来说会比CPI的环比增速 要低 所以如果12月份CPI的核心环比增速 在0.3% PCE的环比增速 介于0.1%至0.2%的话 那这将会大大增加 三月份美联储 降息的这个可能性 从我个人比较主观的一个看法去看 三月份美联储 会不会进行第一次降息 将取决于接下去 这两个月的通胀数据 不是CPI是PCE 最早我们会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答案 我们要等到2月份 出完1月份的CPI数据和PPI 数据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答案 但是这一个月的CPI和PPI数据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债券市场对于三月份 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看一下美联储的各位成员 他们是不是会出来向市场去pushback 如果美联储不认同市场的这个猜测 他们一定会出来纠正市场的这个预期 如果美联储不出来纠正市场预期的话 那市场走在美联储之前的这个预测就是正确的 然后来看一组和通胀相关的数据 二手车价格12月份最新的数据更新 环比比起11月份的增速在负的0.5% 也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 正确的说在整个2023年 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呈现一个下跌的趋势 整个2024年的期待应该是二手车的价格继续下跌 但是会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水平可能性不大 因为整个2024年随着美联储开始慢慢的降息 人们的购买力开始慢慢上升 加上其实从疫情以来整个市场仍然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现象 所以二手车的价格在2024年应该还会持续下跌 但是这个下跌的空间比起2023年可能比较有限 讲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除了加息和降息之外 另外一个手段就是缩表和量化宽松 根据最近这一段时间 几位美联储成员包括上一次美联储的纪要 高盛他们预测最早美联储有可能在5月份就会开始缩小现在缩表的这个体量 高盛他们认为从今年5月份开始 在美国国债这一块缩表的体量将会从现在每一个月600亿美金减半缩小到300亿美金 我个人并不认为高盛的这个预测非常的离谱 因为到5月份的时候RRP逆回购的这个体量非常有可能缩小到只有2000至3000亿美金 这时候对于美联储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去放缓缩表的这个体量 我们千万不要去怀疑美联储会不会这么做 既然在上一次美联储的纪要里面他们已经提到接下去需要思考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他们要放缓缩表的这个体量甚至于停止缩表 这就代表美联储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就代表缩减缩表这个体量这件事情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世 自从一年多前开始缩表以来我和大家分享过如果缩表的这个体量全部缩减到逆回购这一块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这也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但是如果接下去美联储放缓缩表的这个体量其实对于美国财政部来说将会减轻一部分他们融资的这个压力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每一个月美联储在美债这一块缩表的体量是在600亿美金 这代表这600亿美金的美国国债到期之后美联储不再去购买另外的600亿美金 但是美国的债务并不会凭空消失 所以这时候美国财政部就需要向市场上再去融资600亿美金 而这600亿美金融资的方法理论上来说是通过一定固定的比例分配到短期美债和分配到长期美债 所以接下去如果美联储缩减这600亿美金的这个体量缩减到300亿美金的话 那对于美国财政部来说理论上来说安排到或者分配到长期美债这一块需要融资的一个体量将会比以前要小 这样的话对于美国长期国债来说变相是一个利好 昨天视频下面有一位观众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是如何看待市场在大科技带领下完全不顾及超买风涨不回调的风流情绪 觉得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判断都已经失效了 我相信这一位观众的问题可能其他的观众也存在同样的疑问 对市场感到疑惑对最近的走势感到疑惑接下去就是怀疑自己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和状态 起码我觉得我们先要走出那一个状态 然后才去思考一下接下去应该怎么去布局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其实是我为下一期会员视频所准备的内容 但是我想稍微快速的聊一下其中里面的一部分 因为应该可以回答那一位观众的问题第一点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做投资和交易的时候应该要先找到最适合自己交易或者投资的这一个时间区间 比如我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从基本面去投资的话 那这一个时间区间应该是三到五年 如果我们去看一个相对大周期的话 那这个周期应该是对标是半年至两年左右 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周期对标可能是一到六个月 基本面的投资可能比较好理解从个股本身去触发 是一个从下到上的投资策略 然后什么是大周期 比如说美联储加息和降息的一个周期 比如说2020年的三月份 再小一点的周期就好像上一年 Bill Ackman出来做空美债 包括我们还记不记得第二季度财报是出现了Selden News的情况 然后这个Selden News的趋势 其实持续到了第三季度财报的上半部分 我们发现不同的投资周期其实判断依据都不一样 如果从基本面去触发的话 那我们判断的依据应该就是管理层财报 公司本身所在行业长期的基本面等等 如果是一个大周期 比如说加息或者降息 那我们就应该从美联储的一些行为去触发 去判断接下去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去走 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周期 噪音可能就比较多 因为它的事件每一次都不一样 其实还有更小的一个周期 比如说周内交易或者日内交易 这时候我们更加依赖的可能就是技术面 所以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先认清到底哪一个时间区间是最适合我们的 在任何一个时间区间里面都可以赚钱或者亏钱 没有对于错 只有最适合我们的那个区间 而从我个人来说 基本的底仓是在基本面这一块 从个股的基本面出发 然后我会根据我自己可以判断的大周期或者小周期 去对自己的仓位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很多人说我是死多头没错 但是我也会根据一些大周期或者小周期对于我自己的仓位进行一个调整 但是这一个仓位的调整 绝对不会影响到基本面这一块的投资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哪一个周期是我们的主线条 因为当周期与周期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哪一个周期才是我们判断的标准 所以回到那位观众的问题 我猜测他现在的仓位可能是偏中性或者是做空 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个散户 我们没有必要大仓位的进去做空 然后大仓位的进去做多 这种一会做多又做空的方法 其实对于他们的要求非常高 但其实我们知道市场里面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 连华尔街最狡猾的对冲基金既做多又做空 他们上年的平均回报都没有跑赢标普500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这种方法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间区间 最后一点就是美股他是长牛胸端 最后我想提一下我们这一期的会员视频内容将会在周末上线 如果大家认为这一类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的话 可以在频道的主页logo旁边找到加入的按钮 然后来聊一下比特币 今天下午比特币的ETF正式通过 在美国证监会的官网上 证监会主席Gary Gansler发表了下面一段话 在下面的这一段话里面他提到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从2018年至2023年的3月份以来 其实已经有过20多家机构申请比特币的现货ETF 但是他们都被制 转折点在哪 转折点在灰度向美国申诉法院提起申诉 并且法院最后认定 美国证监会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一个证据 去拒绝灰度申请变成现货ETF 所以准确的说如果不是灰度的上诉 并且上诉胜利 可能ETF这个时间前还得往后推 然后Gary Gansler还说我们对于比特币是保持中性 比特币相对于其他的一些重金属 ETF比特币并没有任何的工业价值 并且比特币是一个投机和高风险的资产 并且比特币还被用来进行很多非法活动 洗钱逃币制裁 包括恐怖主义 我觉得Gary Gansler其实没有说错 我们每一个人在投资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之前 必须要做好功课 必须要知道我们到底买的是什么 而不要因为现在市场非常火爆的情绪 有一股formal的情绪 最好明天就买入 再加上现在购入比特币 确实比以前要简单很多 然后今天彭博的新闻给了这样一个标题 比特币继续上涨朝着新高去迈进 并且他给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是在2021年的11月份 当时是第一个比特币的期货ETF上限 而比特币就在第一个期货ETF上限之后的不久 去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高 之后就进行了非常漫长的一年多的回调 这张图明显是想暗示 是不是这一次现货ETF的上限 也将会成为比特币阶段性的一个顶点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相似的是 现代市场的情绪面的确不低 可能连一些平时并不关心币圈的人 今天通过这条新闻也开始慢慢的关注 比特币这个市场 这是这两个时间点的相似点 不同点其实还挺多的 2021年的11月份是什么时候 是美联储第一次开始转音的时候 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的清楚 当时11月份美联储会议之后的记者招待会 鲍威尔说我认为资产价格的下跌 可以使人们回到劳动力市场 当时我那期视频里面我说 听到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恐怖 这其实是当时美联储的第一次pivot 我记得之后12月份1月份 我一直和大家灌输的一个思想是 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仓位进行consolidate 所以现在的宏观环境和当时还是挺不一样的 而且从整个市场的一个参与度来说 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当时市场的一个热度 要比现在高很多 最后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次etf的通过 我个人来说从长期的一个角度去看 对于比特币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 但是这必须要建立在机构对于比特币是要产生一个共识 他们需要认同比特币背后的一个价值 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试想一下2022年比特币最低的时候去到15000美金 当时如果就已经有很多机构参与在内的话 那我认为15000美金都不一定是当时的一个底部 所以机构是一把双刃剑 在往上推的时候 机构的确可以帮你把这个价格拉到非常的高 但是在跑路的时候 机构永远是毫不留情的那一位 最后从一个短中期的角度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几乎现在手里持有比特币的这些人全部都在盈利 那机构的进场他们是不是愿意在4万6 5万甚至于更高的一个价格 从我们手里把我们的比特币给买走 最后在前天视频下面有一位观众问我 让我去看一下历史上去看牛市里面 美股的一个回调幅度平均有多少 我答应了那一位观众的问题 但是我今天在找这一个问题答案的时候 我发现我应该怎么去定义每一次的回调 所以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看过去50年美股的一个走势相对比较大幅度的几次调整 如果我们知道几次大幅度的调整之后 那我们知道剩下的调整 基本上这个幅度都会比这些调整要小 首先第一个时间点1974年至1981年7年多8年的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毫无疑问 美股的一个牛市是从1974年底一直到1981年初 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面 美股几乎是翻了一倍多一点 但是美股分别出现了三次比较大幅度的下调 下调的幅度分别在19% 17%和20%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基本上市场对于熊市的一个定义是 下跌的幅度从最高点20% 所以从定义区出发的话 这三次调整都算不上是熊市 只能算是牛市里面最大幅度的调整 然后下一个阶段1982年至1990年 在这八年多的时间里面 美股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大 从100点最高上升到了350点3.5倍 而在这九年的时间里面 美股经历了两次相对比较大的调整 第一次就是1987年从最高点下跌了33.5% 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然后下一次就是1990年的那次调整 下跌的幅度将近20% 除了这两次比较大的跌幅之外 在这九年里面 美股的这个跌幅 可能几乎都没有一次超过10% 下一个阶段 1991年至2000年 这也是美股最疯狂的一个阶段 指数从300点上升到了1500点 翻了将近5倍 而在1500点的时候 也是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时间点 科技泡沫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个时间段里面 只有一次相对比较大的幅度 是在1998年下跌了19% 除了这一次下跌19%以外 其他的下跌幅度目测上去 可能最多在10%至12%左右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十年 这一个十年是从2000年一直到2009年 在这十年里面 美股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我们看到美股的一个起点是在1400点以上 而美股的一个收盘在1147点 因为在这十年里面 美股经历了科技泡沫 科技泡沫下跌的幅度49% 比科技泡沫还要严重的是 美股经历了08-09年的金融危机 从最高点下跌的幅度57% 中间03年至07年的这一波牛市 目测去看最大的下跌幅度 应该不会超过15% 然后最后一个时间跨度 从2010年到2024年 中间的跨度14年 标普500从最低的1000点 将近涨到4800点 也是5倍左右 而在这14年里面 我们经历过几次相对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2011年19%的下跌 2015年13%的下跌 2018年的将近年底20%的下跌 疫情那段时间跌了34% 最后一次可能就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 2022年的回调25% 而在这中间 2011年到2018年的这一波牛市 美股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回调 最大的一个幅度是在2015年的13% 所以美股如果要扭起来的话 第一可以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第二点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像样的回调 第二点如果我们看过去50年的走势 有很多次下跌的幅度都是在18% 19%或者刚刚到20% 感觉20%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 下一次我说万一我们再看到那么大幅度回调的时候 不要慌勇敢的加仓 最后来到了富途默默环节 针对加拿大的观众 他们推出了RSP和TFSA的自主投资 现在为了鼓励大家入金 只需入资100就可以获得50加币的现金券 如果入资5万就可以获得累计750加币的现金券 入资的一个定义是入金或者转仓 而如果转仓的金额达到10万的话 就可以领取最高的这个数字1550加币 然后美国这边现在入金1000 就可以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现在闲置资金最高 可以获得5.1%的年化回报 最后澳洲市场这一块 现在最高可以获取3300澳币的利息 年化6.8% 适用于前180天 现在注册既可以获得一股AMC的赠股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找到开户的链接 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我们下期见 本期视频